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政府从9月起开放港澳台居民申请居住证,由于居住证高度与中国公民身份相近,恐冲击我国国安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先前表示,应比赵绿卡处理,时代力量利伟林常作则说,居住证不是绿卡,两者的性质功能完全不同。 柯文哲日前被问到对于中国居住证争议的看法时,他表示,拿绿卡怎么处理,拿居住证的就怎么处理,也许是个办法,而被询问中央这项举措是否会激化对立。 柯文哲则回复,本来就已经很对立了。 林常作指出,居住证不是绿卡,中国也不是美国。 中国为世界上唯一宣称要并吞台湾的国家,怎能与美国等其他国家平常视之。 他直言,中国开放台湾居民申请居住证,就是为了模糊台湾与中国公民身份的界限,混淆台湾与中国的关系。 林常作认为,绿卡是美国政府给予外国人永久居留于国内的证件,中国发放居住证的对象则是中国本国公民,即为用来管理超过半年以上未居住户籍的中国公民的证件。 林常作进一步说,今年3月就传出中国要把台湾证国内化,8月中旬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发放港澳台居住证,如今9月开始正式发放, 却未见陆维会有提出积极措施,质疑政府因应措施太消极被动。 林常作说,有敌意的国家透过身份的混淆来掩护进一步的侵犯行为,在历史上有许多潜力,呼吁政府重视中国发放居住证给台湾人民的严重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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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